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秒飞食物 我是飞哥 今天晚上我们整个白肘八肘鱼 这道菜就是很好下酒了 像这种菜的话就是偶尔做一次 小孩子可能不怎么爱吃 这道菜是装人为爱喝酒的人 必备的菜品之一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煮一煮就可以吃 好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吧 切一点姜 姜片 准备一点葱结 锅里面烧水 加一点姜片 葱结 再加一点米酒 少许的胡椒可以去腥增香 水开了就可以下入八爪鱼 先煮一分钟 关火再泡一分钟 就可以了 用剪刀把它剪成一条一条了 用剪刀把它剪成一条一条了 碗里面加入一些赤身酱油 青菜辣 黄柠檬汁 最好是用青苓 我买不到青苓 所以只能用黄柠檬 很嫩 很嫩 如果大家直接用大火把它煮熟的话 它就没有那么嫩 很嫩 很嫩 再沾点芥辣 再沾点芥辣 芥辣我没有化开 小孩子不吃对了 哎呦 好吃啊 超级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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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六汁 下点柠檬酸酸的很开胃的 嗯好吃 八爪鱼的头是可以吃完的 身上一样东西都不用去处理 就是在煮熟剪 剪的时候把那个牙齿剪掉就可以了 嗯好吃 嗯好吃好吃 两豆菜我都爱吃了好吗 你要剪那么一点 你要脏那么一点 三秒钟 这个肥 这道菜吃起来非常的嫩 就是刚才我们煮一分钟 然后再泡一分钟 就是这个挤的效果 如果是直接把它煮熟的话 就吃起来就会很老 就没有那么嫩 这样吃起来就很嫩 很好吃 小孩子都很爱吃呢 好了再留一点给孩子们吃吧 本期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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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